哈囉 各位玩家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街速配 我是主持人寶兒 微軟這次在 E3 的重點 就是傳說中在開發的新主機 天蠍計畫啦 而在發表會中也公布了這台名為 Xbox One X 的主機 那同時也發布了很多的新遊戲 那我們趕快去瞧一瞧吧 大家期待已久的下一代主機 除了 Nintendo Switch 之外 緊接著就是微軟的 Xbox One X 登場囉 這次的主題非常明顯 就是 4K 高畫質的遊戲畫面 售價為 499 美元 而且在台灣就能在首發時買到 除此之外 玩家的 Xbox One 也將能夠向下支援最初代的 Xbox 遊戲光碟 舊遊戲不用再放著雞灰塵囉 說完了主機 大家也很想知道 有哪些遊戲手持亮相吧 最新以目光的 當然就是刺客教條 起源 這一次會回到國埃及時代 重新使用冷兵器進行暗殺任務 遊戲影片中還展示了操縱 老鷹與達寶等元素 想必耐玩性會大量提升 另外還有要先準備大量衛生紙的 奇妙人生風暴之前 保持前作特色能夠操作 獸人軍團的魔界遊戲 《宗土世界》 《戰爭之影》 用簡單的像素就塑造出 極致美感的最終頁 和即將支援跨平台 連線遊戲的當個創世神 以後就能用 iPad 和 Switch 一起挖礦蓋房子囉 想要知道 E3 還有哪些最新消息嗎 你就請持續鎖定電玩材素配頻道囉